鉴定一下网络人们联合国视频 在2011年的纽约联合国大会上 五个常任理事国 时尚首次全票通过一项决议 五个常任理事国 其实每个月都在全票通过决议 有很多小伙伴可能觉得 武昌整天在相互否决 其实不是的 联合国大会有差不多80%的决议 是全体一致通过的 安全理事会呢 也有很多决议是一致通过的 两个加起来少说有一万份决议 是一致通过的 所以说不容易上新闻 不信呢 你可以去数 点个关注 且听小便细细到来 好吧 你先说 2011年2月26日 位于北非的利比亚国家形势 随时都面临着失控的局面 但就这件事情上 联合国五常并没有发表任何分歧观点 一致表示同意对利比亚采取军事措施 谴责和制裁利比亚的案理会 1970号决议 确实是全票通过的 但是设立禁飞区 授权开始军事行动的 1973号决议 中国 俄罗斯 巴西 印度和德国 是投了弃权票的 前面四个国家是不是很眼熟 没错 金砖四国 想啥呢 那利比亚战争打了大半年呢 北约基本就是派飞机炸炸炸 而且中国怎么可能派出军队 想想都觉得不现实 而利比亚也是联合国历史上 唯一一次全票通过赞成制裁的国家 随便列几个我记得比较清楚的制裁类决议啊 制裁朝鲜的第2270号决议是全票通过的 制裁伊拉克的660号决议除了也门弃权 其他国家包括五常都投了赞成票 制裁伊朗的第1747号决议是全票通过的 不完全列举啊 那么联合国五常国家的权力到底有多大呢 五常国家的意见如果达成一致 那么其他150个成员国联手也无法撼动 首先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是两个机构 只有安理会存在五常的概念 但安理会只有15个国家 联合国大会倒是能凑齐150个成员国 但是一人一票根本没有否决权 安理会的投票如果五常达成一致也才五票 不需要150个成员国联手 剩下10个国家联手就不可能通过 然而五常国家都存在分歧 想让他们达成一致非常困难 历史上就出现过三次统一的意见 那啥 你前面那位说只有一次 你们要不然先干一家 社会学知识 由于五大国是壮事国 地位也就最高 也被称之为常任理事国 联合国有51个创始会员国 按照这个逻辑应该有51个常任理事国 联合国联合了195个国家 联合国有193个成员国 不知道剩下两个国家是谁 哇哦 社会学知识又增加了 错误的社会学知识增加了 而且这和社会学的关系属于是没啥关系 理论上联合国底下这六个机构 在级别上算评级 排位的话联大算首席 但实际上所有人都知道 联合国最重要的机构 其实是这里面的安理会 我刚才提到过 联合国一共下设三个理事会 安全理事会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托管理事会 其实联合国系统内 还有一个人权理事会在日内吧 不过六大主要机关呢 确实就只有这三个是理事会 首先我们要知道 安理会是联合国所属的 唯一实权机构 安理会以外的联合国所有机关 只有对会员国提出建议的权利 只有安理会提出的决议 这就有强制性 这里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认知 不过大家常常忽略了国际法院 国际法院的决定也是有强制力的 两者的强制力 其实都来源于联合国宪章 宪章第41条说 安全理事会可以采用 非武力办法以实施其决议 第42条进一步说 安理会可以在41条的办法 还不行的情况下 采取军事行动来维持或恢复和平 宪章第94条说 联合国每一会员国 为任何案件之当事国者 承诺遵行国际法院之判决 而经社理事会的职权是什么呢 为增进全体人类之人权 及基本自由之尊重 及维护起见 得作成建议案 所以说聪明的小伙伴 应该能看出来为什么说经社理事会的决议没有强制力了 今天先鉴定这四个认为视频 我是小Q 我们下期再见